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和机器翻译这类数字革命 给全球贸易带来契机 经济学家们说 成本削减对于小国的出口商 以及没有大量融资的新公司来说 帮助特别大 这些在很多国家都有链接的 巨大的计算机服务器安全追踪 被称为区块链电子系统中的交易和数据 这些区块链使得远方的新出口商 能够向潜在的顾客保证 作为新公司 他们能够制造出所承诺的商品 每个人都知道大众、本田或是IBM 但是人们很少知道小公司 这是合法生意吗 他们在市场上多久了 他们合法吗 区块链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另一个数字化发展是3D打印 这可能意味着一些工厂最终将摒弃生产食物的设备 用3D打印来进行生产 科技专家乔舒亚·梅尔泽说 3D打印可能削减发展中国家那些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 这在未来将进一步削减那些拥有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优势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互联网发展程度最低 目前世界上只有大约一半的人能够使用互联网 梅尔泽说 必须全面普及宽带和移动设备才能有显著的发展 要建立起人们负担得起的互联网 这是构建这些销售网络的必要基础 制造业曾经是发达经济体的重要一环 但是现在更多的发达国家 从制造物品转向服务经济中的创意管理和信息交流 发达经济体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优势在于 他们有更多的教育程度更高的员工 拥有服务型经济需要的特殊技能 专家说 向服务经济的转型使得发展中国家更加难以追赶 你看到这已经开始了 数字革命会进一步加剧其程度 巴菲德还说 政治因素可能会使得经济问题复杂化 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想给数字化公司扩展自由并发展经济 同时又想利用数字化技术来进行社会控制和为政治意图服务 他们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 华盛顿报道